一人宋绍青再度酒驾被抓 今天凌晨宋绍青跟好友在板桥KTV狂欢 但是他酒后开车插撞到了小黄 酒测值高达0.95 移送地检署后遭财力3万块钱交保 宋绍青也正式道歉 说当时他确实是有找代价 但是因为贪图方便 就直接开车去跟代价会合 才会发生车祸 为自己的侥幸心态跟大家道歉 不过跟他合作相声30多年的演员冯一刚 则是代表相声网设发出声明 强调绝不姑息酒驾惯犯 不只是取消了宋绍青在今年的演出 也保证明年的系列演出当中 宋绍青绝对不会出现在舞台上 双眼红肿感觉酒还没退 一人宋绍青再度酒驾被抓 遭检方裁定了3万元交保 为何这次又喝酒上路 他坦言是侥幸心态 今天凌晨跟朋友聚会完 我立即叫了代价 但是很不应该的是 我自己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 来跟代价会合 所以就在这一小段路上 跟计程车发生了轻微的擦撞 28号凌晨2点36分 宋绍青和好友在板桥KTV欢唱后 开车上路却擦撞了停等红灯的计程车 这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警局斜对面 而宋绍青酒测值0.95 罪得夸张 全案朝向的违反公共危险罪送办 让许多爱护我的朋友 真的担心了 非常抱歉 非常对不起 宋绍青道歉再道歉 但让他合作上升超过三十年老友冯一刚 这回事停不下去了 相声可以不说 戏可以不演 做人怎么可以做成这样呢 冯一刚也代表相声晚舍发声明 强调绝对不姑息 不遮掩酒驾累饭 除了今年演出外 明年宋绍青在系列演出中 也同样不能出现在舞台上 你看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唬烂 他这个祸 闯的真是时候 大家请放心 我不会纵容他到台上来的 大家在高雄未遇 不会看到宋绍青演三十三 谈兵又侥幸酒驾上路 即便这次没有伤到人 但宋绍青的所作所为 人生生伤到了信任他的人 记者身上胡伟伦 新北市报道 卡绳杨慧如日前才因为 侮辱公署遭到了台北地院 判刑六个月 但是检调又查出 杨慧如利用意识公司 取得申办WTA台湾女网 公开赛之后 疑似是虚报支出 诈领政府机关 两百万的补助款 台北地检署兵分五路 带回了杨慧如等四个人训问 而全案呢 是朝诈期以及未造文书罪 移送法办 卡绳杨慧如日前才指挥网军 污蔑了外交部 驻大阪办事处 被检察官通批 言论自由 不代表可以无法无天 而全案今年11月一审宣判 杨慧如才遭法院 依侮辱公署罪 判处六个月徒刑 没想到现在 他又爆出了 诈领补助款建议 早在两年前 中华网协前副秘书长赵安华 就到北检案林告发杨慧如 而检方调查后 也在28号收网 前调查出杨慧如在 意识公司担任董事 该公司2017年 以及2018年 主办WTA台湾女网公开赛 但他们疑似福报支出 诈领超过两百万以上 杨慧如被以被告身份约谈 而他的姐姐也疑似涉案 全案朝向的诈欺 以及未造文书嘴整半 只能就他的所有的核销的收支结算表 跟他所有申请跟核销的公文 去交叉比对 到底这个收支结算表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想要问一下 是不是由杨慧如近期时不时 越上了新闻版面 尽管涉嫌诈领补助款还有待厘清 但现阶段恐怕谁都怕与他撤上关系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有台铁最美区间车支撑的 EMU900型电联车 4月份正式上路营运了 不过现在却被爆料 在短短7个月之内 总共故障了684次 而其中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故障 就多达了177次 不过对此台铁在第一时间澄清 这是在试车时间发生的瑕疵 并非故障 不过前立委黄国昌就拿出了 内部文件指出 最近一次通报车任机系统严重故障 是在12月11号 台铁这才改口解释 到目前为止 真正影响到列车营运超过10分钟以上的 A类故障只有三件 不过列车频频出状况 恐怕也已经影响到了民众 对台铁的信赖 车外下大雨 车内也在下小雨 有台铁最美区间车支撑的 EMU900型列车 上路营运后不仅曾发生漏水事故 还被爆料5月到11月 7个月内共故障了684次 其中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故障 多达177次 平均每个月故障的次数 已经将近上百次了 台铁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秀出台铁内部文件 EMU900型新车曾发生ATP无法开启 空压机故障等状况 最近一次列车人员通报 车刃机系统严重故障是12月11号 但台铁却在第一时间变称 这是在试车期间找出的瑕疵 并非故障 因为一样都呈现出600多件 我们当下确实认为 委员是要指教的是说 我们在试车期间发现的嘛 所以我们也才很坦诚的说明 台铁解释发现车刃机有问题后 已经马上更换 不影响行车安全 野生车经过统计 是有683件营运瑕疵 但真正影响列车营运 超过10分钟以上的A类故障 只有三件 台铁花了253亿元买新车 才过半年就状况频传 虽然口说行车安全没问题 但恐怕已经影响旅客 搭车信赖度 记者综合报导 北云女日近期举办了带动唱比赛 而其中有一名全盲的学生 叫做林立轩 她立刻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因为她患有先天性小眼症 眼睛看不见 表演的时候虽然要透过同学的帮忙 完成走位 动作偶尔也会落拍 但是在两分钟的比赛过程 因为信任同学 她非常努力地跟上其他人的脚步 完成演出 而这段影片曝光之后 也让很多人直呼 好感动 音乐一下 大家整齐踏出第一个舞步 站在第一排最前方 全盲的女同学 虽然偶尔有点辣拍 动作却很到位 几乎跟同学一模一样 尽管走位时需要同伴帮忙 但不管是跳跃拍手 她的卖力演出 马上成为全场焦点 直到退场也毫不畏惧 跟着同学一起高速冲刺 看得全场眼眶泛红 她是北韵女首位全盲学生林丽轩 两分钟的表演活力满满 就连虎号都是她的想法 光透过描述 我并不知道动作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当然会有左右边不一样 他们会带着我的手去做 直到我背起来为止 丽轩患有先天性小眼症 但国中毕业后 也跟其他同学一样 以优异的成绩 口径第一志愿 不只功课好 还多才多艺 用流利日文自我介绍 丽轩不但拥有语言天分 也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担任合唱团指挥 更接受专业的游泳训练 历年来得过不少奖牌 一路走来背后最大的支持是家人 在家里面除了读书之外 他们就是在背那个舞蹈 几乎他每天压力的都是很大 一直要记那个舞步 谈解女儿林爸爸相当感动 因为丽轩把生命活得很精彩 跟同学相处也很融洽 刚开学还特地印了点字版名条 贴在每个同学桌上 才能更认识大家 如今为了班级荣誉 拼尽全力的模样 让所有人都想为他鼓掌 记彩的梦想是青春最好礼物 记者徐姐周慧杰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